经过了330一天的激情下来 许多的朋友都会问到说 那这么50万人上了街头 那现在晚上的立法院 是否人数来说就会变多呢 我们的记者在今天早上 跟现在这个时候 经过了仔细的算计以后 还有包含了记法院的周遭外围 现在公布答案告诉你 在早上的人数跟现在的人数 基本上来说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一天的激情之后 并没有使得立法院里面挤到爆调 也没有使得立法院周遭的马路挤到爆调 友华哥想问你 你的这群众运动经验这么丰富 他这次运动33050万人 有到这么多吗 应该没有了 因为我从1980年代 到最后一次红山军 那我这样子计算好了 警方他计算的基础是 第一个总统府 他有一个照相机 外交部上面也有一个照相机 中央党部上面也有一个照相机 然后排方格 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数字 真的超过50万的话 人会溢到哪里 溢州南路 这么远啊 到杭州南路 到凯道 到凯道大概是5万多 然后到中央党部大概8万多 8万多还有林申南路 还有杭州南路 除非你两边全部都挤满 那才超过50万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的人数 并没有超过50万 今天人数有没有超过50万 那我觉得还是依据警方的为主 但是我也劝警方 你不能够以台大医院作为一个说计算的基础 你必须要把什么地方 中正纪念堂 东门站 散岛市站跟台大医院 你平常进出的人呢有多少 你马上算得出来 如果是我估计的话 差不多15万就已经不错了 为什么呢 我这样计算 各位晓得还有外线式的游览车 他说不定有人会反驳我 他不做决定 他搭游览车 好 台北市只有三个地方 是有游览车的 就是现在市民大道 那个王鸿威大概知道 市民大道就是中心的空地那边 可以停游览车 第二个 临生南路那边可以停游览车 还有一个 中正纪念堂靠近杭州南路那个地方 那边可以停游览车 也可以 就是说离集合地点 只有这三个地方 距离这个地方比较近 所以你把游览车 你再把捷运 那你再用方格 就是我所谓的方格 现在有没有溢出来 林辉凡说 希望大家参加以后 能够人溢出来 跟施明德 他们红山军当年的做法一样 就是说人溢出来 但是还是不如意其 看起来今天并没有发生 人没有溢出到那么多的程度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是11万6千人 可是到了傍晚的时候 剩下七万五千人了 因为我下午三点钟 三点钟我去过一次 还有一个四点五十分 四点五十分 那我两个我做的比较 他人数的聚集 虽然表面上是从一点钟开始 到了三点钟以前 应该还好 三点到六点比较多 那差不多这个时候 当林飞凡上台讲话的时候 马上会面临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南部的游览车要不要回去 你是说那已经晚上快七点的时候了 差不多七点 然后那你经过高速公路 那你回到了南部 至少也要三到四个小时 到南部可能要五个小时 对 况且那我今天去扫募 对不对 今天的车流量 比一般的车流量 要来得大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七点钟 才能够从中南部上来的 要七点钟 就要开始发车回去了 所以等于林飞凡他上台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人潮正在散去了 对 人潮正在散去 差不多到七点半左右 可是正常来说晚会七点半 可是人潮最多最高潮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最精确的 从前我们要走到讲台 从立法院走到那边 至少要一个小时 可是今天你看陈维廷也好 林飞凡 他们到讲台的时间多少 还有一条安全通道 他不是坐计程车去的吧 就是一条安全通道 给他过去 给他过去的时候 各位可以算一下 真正的人数 就我所知 不会超过15万 我不注意 这个人数 有华哥这么多年的 这种经验之下 可以看到这人数上来说 好像有些落差存在 但是在从上个礼拜 一直到这个礼拜 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真正沉默地 站在那里的人 是谁呢 警察 可是在这几天 大家都一直在 谈论到一件事情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警察被人打 我们在前两天的 楼卷锋里面 一直有放出一些影片 甚至FB上面 很多人在驳斥我们 可是你要注意 甚至有些人还提到说 到了台大医院去就医的警察 很多是充塑的 很多是假的 可是你有没有曾想过一件事情 这些警察们 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吗 真正受伤的警察 许多还闷不吭声 我不晓得说 你们到底要驳斥什么 你说警察打人 警察有没有打人 有吗 的确有啊 因为现在公布出来的画面 的确有看到警察打人 但你们只去骂说警察打人 怎么不去问 那警察为什么打人 我直接这样请教你好了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学域 有支持你的人 反对你的人 也有中立的人 对吧 但是他们没有去的 他们在电视前面 只是看现场的这个画面 他们怎么都没有被打 因为他们没有去啊 是 他们没有去行政院 他们没有违法 去在这个所谓 集会游行法里面规定 你不可以去的地方 他们没有去 他们当然不会被打 没有攻占行政院 管你是支持你 还是反对你 还是中立 他们有没有被打 我更赤裸裹地讲一句话 我问你 现在在立法院的那些人 也是有走法律边缘吧 这些人 社会上给他包容 就是不支持他的人 给他包容 你们现在坐在那边 你们有被打吗 你们没有被打吗 那为什么就唯独画面中 去行政院的会被打 因为你违法嘛 这还用问 好 当然 我必须遇警政署长 王卓军 如果你们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 有疏失 你们一定要检讨 而且一定要把这次的 叫案列为案例 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这当然是我们希望 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 可是我还是要回到画面 警方一开始 有没有先对你们是 广播柔性劝导 再来进阶到画面中所看到的 用手搬离 赖在地上部走的人 有没有 有 然后呢 搬不走嘛 你们自己都推 发文都讲啊 一个人躺在那 要动员三个警察 才能搬走我们 我们一起去躺 这不是你们讲的吗 是吧 好啦 最后你看喔 搬 搬不走 这个时候情绪都还算没有失控 可是开始了 鼓噪了 叫嚣了 最后开始发生冲撞了 你们开始跟警察推挤了 没有问题 你站在今天角色的立场兑换 你是警察 有人开始冲撞你了 你不执行公权力 那你还是什么警察啊 警察就是公权力的代表啊 我再呼吁一次喔 先柔性劝导喔 然后再先用脱离的方式喔 这些两招对你都没笑的时候 你开始冲撞警察 警察才开始还手 你要警察做圣人喔 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喔 好 就算警察真的是圣人 那他是公权力的代表 他怎么可能不还手啊 好 你刚才讲到台大 有1985的联盟发言人 他就讲 他说 根据当天急诊室的住院医师表示 保一送来的47个保一的园警 他们只有红肿而已喔 没有受伤耶 只有红肿而已 就在那里喊这儿痛那痛 这样也要来开验伤单 所以你说呢 就是这张表上面的人员 这些人进来只是红肿 没有受到外伤 所以他们不该进到台大医院去救治吗 我想请问这位1985的发言人 你现在到底要讲什么 你是要暗指这位急诊室的住院医师 卫照文书咯 因为你验伤单还是开了嘛 是啊 那你是指你的同事卫照文书 因为这位发言人是台大医师 你是指他卫照文书咯 你现在凭空讲说 当天急诊室的住院医师说 这些警察只是红肿 就喊这儿痛那儿痛 你这句拿出来啊 不是你讲了就算啊 我们今天龙卷风 每讲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 我们都是有一分正确说一分话 那你现在是怎样 喊喊口号就可以吗 好 我再问你 那验伤单开了没 开了嘛 那你现在是在暗指你的同事卫照文书吗 对啊 再来 很多台话信节目有一些来宾讲 他说你知道警察为什么会挫伤欲伤吗 因为他们打人打到受伤 你看到了吗 还是说你去做过医学的见识 认明说他是因为打人打到挫伤受伤吗 我问你 我刚刚讲过 一个学生躺在那儿 要动员三个警察才能把他扛走 是 你觉得现场警力有这么多吗 你现在看画面有这么多警力吗 你看许众多海警察多 那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告诉我 你有办法做到 在强制驱离的过程中 一个人都不受伤吗 谁能够达到这样的神圣境界 我真的喊你是神 好 再来 画面 我现在公布画面 我公布那些警察被打的画面 不是只有你们这些被打的人 你们一直在镜头说你被打 这什么 警察他落单了 对 他现在被多少人围殴 你看 有一个人在阻止 但是其他的人的脚 全部都上去在那边踹这个警察 而这个警察是拿着这防暴盾牌 挡住他自己的身体 整个人全缩在地上 你们这些打人的人 你们都有很有道理 你们都有话说 那被打的警察他家人 你有没有话说 我再看另外一个画面 一个警察他被拖出来也是落单 不但被人家用鸽背勒脖子 你注意 现在这画面 有没有看到 你们等一下看 有没有人拿鸽背去勒他脖子 你看那个警察现在还在 防弄的都很麻烦在墙上 是不是想要致他于死 然后再来拿出绳子套住他的头 绳子拿出来 套住他的头 把他带狗一样圈着 你看 用绳子把警察脖子拉住 会勒死人的 这画面是假造的吗 这画面是编造的吗 我问你 今天如果是你叹赢的民众 你被人家用鸽背勒脖子 然后还用绳子勒 我看你出来 可能上镜头不下喊冤喊摆斥 这警察有出来吗 笑话 我要告诉各位 尾巴驱离做了 对不起 柔性劝导做了 抬也抬了 你还是要跟警察冲撞 你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 我只能说 这是你自找的吗 我们注意这些画面 这些画面都是会说话 有图有真相 什么叫做真相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真相 但等一下 我们新闻龙卷风 会请来警察的眷属 来献身说法 告诉大家 在当时上个礼拜 警察在这行政院的时候 是怎么被欺负的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对不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